各位基隆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基隆市议会议长童子伟 欢迎收看民意交响曲 在这里可以听到不同的意见 想法可以畅所欲言 和我们一起监督市政 让基隆更骄傲更进步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个礼拜的民意交响曲 我是蔡小军 在今天的节目中 要带大家来关心我们基隆市政的最新动态 探讨热门议题 聚焦民生的需求 展望城市的未来 为您邀请到三位一座 一起深入了解这一座美丽港都的挑战与脉动 首先为您介绍第一位 是我们中正区市议员 蓝敏黄 蓝一座 主持人 秦议员 连议员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一座好 第二位是我们安乐区市议员 秦珍 秦一座 主持人小薰好 我们连议员还有我们蓝议员 各位电视前的朋友大家好 秦一座好 第三位是我们暖暖区市议员 连恩典 连一座 小薰好 还有观众朋友大家好 连一座好 要先带大家来看 其实最近有很多不同意见的声音 在不同的市政出现 我们就要来听听看民众的心声 那我最近常常在路上 就听到很多民众称赞的 就是我们的行人过马路 变得很安全 我们要请教三位一座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市长上任市政以来 你有没有听到让你最感动 最有感的一些德政 我们要先请教蓝敏黄 蓝一座 好 谢谢主持人给我们这么好的机会 来做市政的宣导 事实上两年前 国外媒体纷纷都用行人地域 地域行人来形容台湾的交通 所以谢市长上任之后 第一个重要的政策就是 推出所谓的行人友善的政策 那这个政策到目前为止非常的成功 我一一来跟大家说明跟介绍 首先目前我们基隆市 已经成功的 化设了绿斑马 总共有130次处 那这个绿斑马我想大家都 到处都可以看到 也大大的提高了 民众都会主动的来 走这个斑马线过马路 同时也让驾驶人很清楚的 可以看到新人在穿越马路 所以大大的降低车祸的一个数量 这是非常好的政策 那么另外绿脚压 我们也化了207处的绿脚压 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的七楼 中间都一定会有这个绿脚压 最重要就是希望大家不要 把整个七楼急着给停满 这个停满的话 造成店家跟民众出路很方便 尤其很多店家在抱怨 他们连这个卸货都没有办法进入 所以经由这个绿脚压的政策推动之后 都大大的改善了这个问题 那另外还有最重要的 我们还有68处的行人早开的一个政策 这个就是小绿人 他会提早3到5秒来启动 过去我们这个绿灯的时候 这个七击车跟行人的方向是同步的 那就往往会发生 如果有七击车他需要左转的时候 就会影响到 要抢快 对抢快就会发生人车真大的问题 所以我们也特别针对68处 来让这个小绿人提早3到5秒 我想这个对于行人穿越马路来讲 非常的安全 那再来就是也是非常重要的 过去很多老板 店家老板他们会反映说 我们连卸货的地方都没有 货车一卸货警察就来开罚单 那夜间也没有办法停车 所以谢市长这一次的调整 也针对87处的红黄线来开放 夜间可以停车 那最重要我们也可以让计程车 还有货车可以临停 这也是非常重大的一个政策改变 我想综合这些友善的政策 我们可以从最新的交通部的数据可以看到 这个是我们最近3年每10万人事故死亡率 基隆市已经大大降幅到只有8.6 你刚刚我们中南部各线市都20几% 那全台湾的平均是17% 那经过这一年多来的改善 我们基隆市每10万人事故死亡率 已经降到8.8 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成果 希望我们对市民共同来 对对对 这个要得奖 我们应该共同争取这么好的政策 另外这个是我们111年 112年行人交通事故死亡的件数 从530件下降到415件 那么行人交通事故死亡的人数 也从511人下降到395人 我想这两个表就可以充分看到 谢市长所推动的行人优算政策 已经产生了具体的成果 那我们希望所有市民朋友 继续遵守我们新的交通规则 我相信基隆市一定可以成为最友善最安全的一个城市 对的确数字会说话 那当然这一个也得到全国的一些肯定奖向 那请教秦正义座 是不是有对于这方面行人安全 有看到不一样的亮点跟特色 是这样子 因为我想一个新的市政团队上来 它有它的一些公共建设 我认为公共建设分成两种 一种是硬体的公共建设 一种是软性的公共建设 像刚才我们所讨论的 我们这个友善新人空间的绿斑马线 还有棋楼整平等等 我想属于软性的一个公共建设 刚才我们蓝议员也把一些数据提出来 在我们县市长上任到现在 执行的这些绿斑马线 或者说棋楼整平等等 一校的数据提出来 表示说这是一个成功的一个政策的推行 尤其在我们这个所谓绿斑马线 这个部分有校园周边的一个公共安全 对学子上下学来讲 是形成一个非常大的安全度的一个感觉 家长们都非常的乐意 见到这个政策的一个实施 那还有一所谓的七楼机车停放的问题 早期我们认为七楼的机车都停放的非常凌乱 没有一位市长想把这个七楼问题彻底的解决 当然了七楼的这个面积幅度不是非常的宽敞 但是在现场上来 它第一个就是把有次序的 把七楼停车空间我们划定出来 让行人与行车之间呢 都有一个所谓彼此的一个区域 让我们停车 而机车停在七楼上也非常的整齐安全 行人上也有它的一个空间的区域出来 绿脚压 对绿脚压也出来 让这个七楼之间 那个行人要走在七楼要进出也有便利 机车它有次序的一个停放的一个空间出来 因为毕竟我们所有的机车停车空间 在七楼市的市区的地域来讲 是非常的不足 你在什么的增见 我想机车的空间 让这个我们驾驶朋友们 他们想要停放也是有它的难度 那现在他非常有智慧的 第一个把次序先整理出来 把空间大家分辨出来 让行人与机车之间 在七楼都有一个非常舒适 大家安全的一个 彼此的一个行走使用的空间 是真的好走这件事非常的重要 因为走的安心 走的平稳 走的还要安全 然后请教连恩典连一座 有很多民众给你反应 我想这个绿白马这一件事 当我们开始执行的时候 刚开始我想有很多人都会抱怨 这个汽车一不小心 好像就会被这个 我们执行的警员照的像 还要罚的罚单 但是过了一阵子之后 你看现在有一个非常难得的 一个状况是 我们车子过去让了 车子在那边等 让了行人先走 他还会给你打个招呼谢谢你 那个一片这个祥和的感觉 就觉得我们真的是 我们的礼仪已经有进步了 不像以前 这个左转的时候还要闪 然后瞪你两个眼 你就不是说 你就不让我 你就还有我人在这里这样 我想现在这种情形 已经都见不到了 那特别是这样子 刚刚我们看看 我们男议员也这个 说出了这个带出的数据 确实车祸率已经降下了 一半以上 这个是真的一个新的这个市长 他的政策 他真的是有用心的 来做做这样子的调整 和改善 那另外再说到绿脚压 我想非常多的店家 因为我们暖暖区也 比较不在市中心没有这么的 就像市区里面 那个旗楼的部分 大家真的在用 那我们特别是在比较偏 就是说车子没那么多 但是旗楼确实是有需要 在停用机车 但是往往 大家都方便 就把我们的入口 好比说Seven或者是商家 或者是我们这个各个的楼的 一个进出的门口 通通塞住了 市长就真的 我觉得他真的是满有智慧 大家彼此把空间都空出来 那这个至于也留着 你也不能停到很满 就是说把后面的位置都占满 让这些的不管是轮椅 或者推婴儿车的人 都没有 这个位置已经都空好 绿脚压的部分 就是把它分配好 那让每一个人在行走 或者是不管用路的 或者是你要用路人 和这个商家的人 都能够彼此得到一个平衡 我想这个是在我们这一点 真的要谢谢我们的市长 不管在哪一区 都是在绿脚压子 还有我们的行人友善绿斑马的部分 获得很大的好评 当然还有一个 市中心有个很重要的亮点 就是一一路的棋楼居然正平了 我们要请教我们的蓝米黄蓝一座 这个谈到棋楼整平 真的要给谢国良市长大大的肯定 那一一路一二路 整个商圈可以说是 基隆市最重要的门面 因为一一路是市政府所在地 有很多的医院银行商家 又是东岸码头的一个路口意向 所以我从张通筒市长任内 林优昌市长任内 过去的16年都积极的争取 但是都没有办法有效达成 谢国良一上任之后 我就还是跟他拜托 一定要把这一段的期留整名优先来做 那最重要的 能不能做 就再破例两个字 过去的两任市长都怕得罪店家 都不敢强势执行 那这一次我跟谢市长拜托沟通之后 我们加强的跟商家来沟通 那也达成一个共识 如果你不同意的 我们就跳过 你以为你不要后悔 也就在这样的破例之下 后来听所有店家还回头拜托 对对对对 后来执行下去之后 我们先看看这个 这个只是中正路一个路段 你看改站前跟改站前 看差多少 这整个不但七楼整平而且漂亮 整个门面都起来了 那在这个施作过程中我要谢谢所有的店家的配合 当然后来有一些原本没有要参加的店家 后来也陆续的参加 我们还是一样帮他做 那我希望说跟市民报告 这个七楼整平可以说是很多市民 我们谈论很久 讨论很久的一个政策 终于在谢国养市场的内 具体要来做 那今年我们要分三期 那一二期已经完成了 一二期就是第一期第二期 其实就包括一一路一二路 姓三路姓五路姓六路 还有爱一路孝一路孝二路孝四路中二路 这两个路段已经完成了 那么第三期也就是 第四季我们将针对这个 这个爱三路仁山路以及庙国商圈 来把它完成 也就是说今年的政策就是针对环港商圈 也就是从火车站周遭的七楼 庙国商圈的七楼到一一一二路的七楼 我们把它完整的完成 一年的时间 谢国良就做到了七楼整平的第一步 我们希望所有的市民朋友 一定要来珍惜这个得来不易的政策 也应该好好地来谢谢市长的魄力 对 七楼整平这件事 大家都看到一些不一样的地方 因为没想到真的可以平的 然后推车推轮椅的确都变得非常的方便 而市长还有另外一个很棒的一件事情 就是室内儿童热源 你知道在七堵区几乎变成一个新景点 知道吗 大家都会带着小朋友 然后坐着火车到七堵火车站 然后就去玩七堵的儿童热源 那我们要请教我们的情真情意 做安乐区的儿童室内儿童热源 也非常的有特色 那民众对你的反应有什么呢 其实这个儿童室内儿童热源 谢市长的一个政策 起初大家认为是说 到底有什么前效 或者会影响到其他的娱乐设施的一些 营业者的一个所谓的竞争 其实当他做好的时候 我其实造就了我们这些阿公阿嬷 在平时在照顾他儿孙的时候 他有一个时间有个地方可以带他孙子去 平常现在我们看到 我们的阿公阿嬷最有用的这个功能 就是说来照顾这些阿叔们 在平时当这些爸爸妈妈上班 阿嬷阿公在照顾孙子的时候 他要带着小朋友去哪里去玩呢 小朋友在家里天天看电视也不是个办法 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谢市长 他把基隆七个区的儿童室内儿童游乐园 所谓的设计完成造就出来 那每个区的那个内容完全都不一样 让我们这些家长还是长辈们 带着这个儿孙辈们去的游乐的时候 可以去不同的区域去尝试去游乐 会引起小朋友大家一个所谓的新鲜感 尤其在我们汽图区 景临的隔壁就是汽图 汽图区他们知道 我们汽图就有儿童这个室内游乐园 到底是什么个情况 就带着他的阿孙们 来我们去到汽图来 来里面去游玩 结果发现 那么好比游乐园的设施里面 还丰富 小孩子玩得也更开心 所以造就变成一个我们跨区域的 这个回响也过来了 所以说这个政策呢 不单单是造成我们地方的一个共鸣 也造成邻里之间的区域的一个市民的一个共鸣 我想这个政策在我们金融实施那么成功 一定会影响到其他城市区域的一个未来性的 一个所谓的设施 我想谢市长的用心的贴心 我想我们的市民 大家应该感觉得到 我们应该给市长继续的一个鼓励 给他加强 让他持续完成 我们儿童的游乐设施之外 的一些室外的公共空间的儿童设施 也能创造出来 对 市内游户热园这一件事 真的很多家长很有感 因为下雨的时候 不用担心 没有地方去 就可以带到那里去放电 我们要请教我们的联恩典联益座 其实一区一特色 暖暖区也即将要有的 我想我们暖暖区应该在最快是年底 那不然就明年初即将完成 它的位置就在我们暖暖区公所的五楼 那我想这个市长上升之后 从新游区最先开始 我也有去参加开幕 还有七堵这些的部分 那我想其实这一些的 刚刚亲缘讲的阿公阿嬷 其实有的这个父母亲 这个亲子关系 就是还没有上班的 可以带着孩子一起去 这个游乐场玩的时候 我想这个是他们一个最好 这个让孩子放电 那以自己很放心的一个地方 我们也知道大概有些的 人家家庭经济状况好一点的 他们可能在礼拜六礼拜天 在开着车到百合公司到哪里去游乐场玩 但如果市长这样上任之后 在各区都有开放这样子的儿童乐园 让这些的亲子也好 如果老公阿嬷能够直接就在里面 那个感受不一样的各种邮剧 刚刚也特别提到 每一区的这个主题都不一样 那也可以绕着玩 这个不管是 就说现在目前的五个剧已经都完成了 大家一起轮流 然后让他有更多的这个新鲜感 我想再来刚刚有提到 那我们是不是在接下来要做这个室外游乐场 那我想在去年的时候 我在社区里面办了一个公园野孩子的活动 我想也蛮多 在网络上有很多的回响 那这个回响是因为 应该这样说我们小的时候 都用最简单的这个 好不好一根竹竿 或者是一根绳子 就可以带着这个 玩一整天 那同样的用这样子的概念 我们就是用我们在 用简单的东西 然后这样聚集一起 然后在这个公共空间在玩 那基隆当然碰到这个好天气的时候 我也建议我们市政府 现在我知道已经正在积极的筹措 那做这个行动的 这个应该是游乐器具 每一区如果有比较空旷的地方 包括公园海长 那个邮具可以行动 这个礼拜 他们说在南南区 下礼拜在中正 安乐各个区都可以动的来 我想这样子 让大一点的孩子 不要到这个儿童类的人 里面去玩的 到那边去更能够有感 我想让家长特别是 尤其是男孩子 放电好好放电 然后这个妈妈在那边 轻松的享受一下 然后看着又很安全的在那玩 我想这是家长们最大的期待 是真的就很有感 因为家长都想说 下雨天要带小朋友去哪里玩的 现在都不用担心 我们要请教兰姆黄蓝一周 我想这个谢国良市场一上任 就积极的来兑现他的选举的证件 那一区一个儿童乐园 也是他的证件 那目前为止已经有五个区已经完成了 这个就是五个区的儿童乐园的现况 每一区都有每一区的特色 非常的安全非常的好玩 那我在这边补充报告 我们这个政策一个礼拜就是五天 开办五天 礼拜一到礼拜二是修管 那礼拜三礼拜四是早上十点到下午的四点 六日特别延长两个小时 从十点到六点 那尤其六日的时候 刚刚两位一员都有提到 竟然还有外线市的人 会来我们这边玩 可是这个政策 是不是自己都很想进去玩 对连外线市的小朋友都想来这边玩 那基隆真的很多 最重要是整个儿童乐园的设置 真的非常的用心 一区有一个特色 我以我们中正区来讲 我们中正区就是以海洋灯塔跟炮台 为意向去做设计的 我要讲小朋友都非常的喜欢这样的感觉 而且我们基隆市的小朋友 每一个区都可以流流去玩 绝对玩不腻 那我在这边也特别跟大家报告 我们这个政策啊 它是委外经营的 市政府把每个厂管都委外 所以大家可以很放心 带小朋友去那边玩 因为都有专人在负责安全为伍 还有保险 万一有受伤的话也有保险等等 我们想得非常的做到 所以像这样一个政策也是非常 这个有爱心 也证明谢国养真的是 用心要把基隆打造成为一个 有爱的城市 请大家要多多的利用跟支持 对 照顾幼儿 其实它是免费的 对 免费免费 免费免费 对 而且照顾 完全免费 照顾幼儿真的是非常的用心 那同时其实市府也推出了一个 大家觉得很酷的一个平台 叫做基隆亲子照顾平台 也就是晚上就算是凌晨 如果小朋友有任何事情 你都可以在line上面来询问 马上就有专业的医师来为你解答 我们要先请教秦真益座 是不是有收到民众的一些回馈呢 群子平台就是对这些爸爸妈来讲 尤其在夜间的时候 小孩子发生所谓的发烧啦 或者哪边的不适宜的时候 家长都非常的担心 但夜间急诊门诊的时候 要去跑大医院 一般的诊所都没有 所以这样的情景之下 我们谢市长他非常有创意 非常有勤健的 创造一个所谓的亲子照顾平台 也就是说我们年轻的爸爸妈妈 可以用力用我们手机下载APP 然后当你孩子在家 遇到什么身体不适宜的状况的时候 你用APP 然后把你小孩子的状况 然后输入进去 马上有我们的APP 网上的一些医生 他马上可以告诉你 怎么来帮到孩子做一个 即时的先安那个处置 然后再附续怎么来进行 我们的所谓的医疗的方向 我想这个对这个家长来讲 非常燃眉知己的一个心境 我们可以体会到 谢市长的用心 让我们每个家长 爸爸妈妈们 在这个需要的时候 有手机拿出来 就可以解决 我们心里想要解决的一个方向 跟孩子解决 他一个病灶的一个情况 让我们知道 如何后续的去处置 对真的是基隆首创 就是全国首创 我们要请教 领恩典联谊做 我想刚刚有提到儿童的部分 那这些我们的服务处 也常常这个婆婆妈妈 都会来我们这边聊天 他说昨天晚上还好 这个我这平台已经有加上去了 那我跟这个问题打上去以后 一直马上跟我讲 你这个没关系啦 明天再来门诊 他说不然我车子要开过去 你看又要到了急诊室 要等挂号 要等急诊弄完了 回来晚上也不用睡觉 明天还要上班 我想这个县市长上任之后 有想到这一点 我觉得他真的是蛮天才的 就是真的是有为我们人民在想 然后积极的解决这些问题 那我想像这样子的平台 我知道从7月1号 我们的那个年长的平台 也已经加上去了 那最近我们礼上的这个 LINE的群组一直都在传这个 真的是好用 因为你知道我们家里面有年长的 到了晚上的时候 突然不管是发烧 或者是有时候血压高 或者是人好像觉得很难 昏昏 对 然后家里的我们这些的孩子就很紧张 那紧张的那个阿嬷常常讲 你不要叫救护车 他说不行啦 他说你不知道啊 叫我这么叫 转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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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都知道 我们哪有事 烘烘烘烘烘烘就来了 那他说那像这样的一个平台 有人之后马上有医生跟你联系 赶快了解你的状况 你的血压啊 你的什么 像我讲家里 大家的量血压都很正常 都很普遍 那告诉医生 他血压的状况是否有高 还是做平常 医生说没关系 你这个可以啊 那今天明天再挂门诊 你就不用现在急着来 你知道我们连长的 有时候到了急诊室 人很多 在外面等了半天 你还要等到那个时间 我想这个平台真的是太棒了 对 这个长辈照护平台专人咨询 也获得很大的回响 就是小的也要照顾 老的也要照顾 对 我们要请教我们的蓝医者 我想 除了亲子照护平台之外 那么六月份又推出了 长辈照护平台 那这两个平台 事实上就是谢市长他非常用心 而且也是全国所创的一个政策 那主要就是大家只要 扫描一下这个市政府官网的QR Code 就可以加入这个平台 那加入之后就非常的方便 你可以用 讯息的方式 你把你的问题传送出去 官方单位在收到你的讯息 五分钟之内一定会回复你相关的资讯 那么回复你的都是专业的医师 还有护理师他们所组织的一个团队 而且是24小时免费的咨询 那最重要的 谢市长的用意是希望说在晚上 因为我们都知道晚上9点到凌晨7点 这段时间应该没有医疗院所会开 所以晚上的时候如果家里的小孩子 小朋友有任何一些问题的话 都可以透过这个平台 最起码我们可以第一时间有专业的医师 护理团队给你一些简单的咨询 面对你晚上会因为小朋友不输啊 长辈不输 感到这个手忙脚乱 我想这个政策非常的好 也希望市民朋友赶快 用手机加入这个平台 我们马上可以享受这么好的一个政策 也希望我们的市民朋友 小朋友 这个长辈啊 都能够在政府的照顾之下 能够过得很幸福很健康很快乐 对就是要平安健康啊 就是像有一个医生 就是你的好朋友一样 有任何问题都可以上线来询问他 那另外一个呢 就是要打造小朋友的国际视野 打造我们金融学子的国际视野 像是金融市政府 就与博客来合作开设了课程 我们要先请教兰敏黄来一下 这个这个这个 与博客来分校合作这个课程 更是全台首创 那这个政策是因为 谢市长他自己是留美的硕士 所以他知道这个国际教育的重要 所以他这一次特别跟海洋大学 透过我们海洋大学 跟博客来大学的分校合作 那我们是用视讯教学的方式 让两边的高中生同时上课 那他们这次主要的课程 是针对这个人工智慧应用 城市设计还有汽车自动驾驶 这三个系统的课程在上 因为国外这三个课程非常的流行 所以谢市长抓到这个蜂巢 利用这次机会 也让我们的高中生 能够透过这个合作的方式 跟美国的高中生一起来上这个课 那捷讯之后还有证书 我想这个对每个同学的鼓励 非常的大 那也希望藉由这样的政策 能够大大提升我们高中生 这个国际观 最重要要激发大家 要努力学英语的环境 因为国际化最重要 还是要把英语学好 我想这是谢国良 他自己是留美的学生 所以他也知道这个重要性 那很高兴他能够把这个政策 就是把机会拉进来 让大家可以走出来进入国际上 看看不一样的世界 那除了这之外呢 其实民众晚上在睡觉的时候 很怕吵嘛 被吵醒心情都会很不好 有一个方案也很获好评 就是取缔改装车的宁静街坊针案 我们要请教勤真情义座 有没有民众跟你回馈说 晚上比较好睡 这个照应确实是造成我们夜间 所有的激烘市民不是单单我们这区 全市的市民都感觉到非常头痛的一个噪音的干扰 那其实在这个夜间的这些青少年 他们尤其最喜欢这个高速的飙车 然后还有把汽车的这个消音器去改装 那个声音是几乎原来的车子的四五倍的那种声量 会造成大家夜间的这个休息时间 真的非常的一个困扰 那现在我们谢市长把这个政策提高他的罚责 最主要不是说政府要以这个罚钱 而是希望说提高警戒你们这些年轻朋友 你们知道当你违法的时候 你要负担相当大的一个所谓的精神的赔偿 那精神赔偿是什么 我就以金钱来压制你们 让人知道你做错一件事情 那你要负担你的责任 所以说以提高一万两千块的这个罚责 让来警惕我们这些学子们 他们不要在夜间来自我所谓的飙车或者我的乐趣 来影响到整个大家的夜间生活这个情形 那尤其我们在基隆尤其偏远海边的地方 海边尤其我们外木山 那个地方的那个路径非常宽敞 晚上人又很少 西乎夜间 偷有这个飙车主年轻朋友在那边会集 曾经也在那边造成跟住户之间的一个纠纷 砍伤人 我想这是非常不治也不理性的一个举动 那现在我们警察在使用多大的人力去克制 或者来取利的话 真是这个防不胜防 因为精神跟时间上的警力上 也没有办法整个晚上12个小时 或8个小时在那边执行 因为他们这个机车组的年轻朋友 都是流动性的 忽然在这边忽然到那边 让我们警察真的是大家 在执行上有他的一个困难度 那现在我们现实上用这个高法则来警惕 多少我想目前有点所谓的收敛的这个现象出来 晚上也比较少了 那我希望说我们基隆的这些年轻朋友们 你不要自以为你自己的乐趣为主要 而是要以大众的公共安全 以至于你个人的安全为首要 对12000真的是罚的蛮重的 真的要好好地省一下荷包 我相信暖暖区也很有感吧 我可以讲过 我想在暖暖区 特别是地平公路 对 那个路很好飙车 对对对对 然后再来就是远远路也是一样 还有我们的东定路 特别是这个机车 那当然汽车也有 你会晚上睡觉 比较没听到 因为暖暖又特别的安静 对太安静了 就站在三边 所以这个呼啸而过的不断的 我们不断的请警察要来帮忙 后来终于在谢市长上来之后 重罚 只要 当开始的时候 说真的 那个警察同仁真的很辛苦 警察 然后和这个环保局 还有那个监警所 一起联合机场 只要查到就重罚 那这个下去 那个重罚之后 那现在真的改善很多 我想这个市民绝对有改 不是我们这边在 那包括我刚刚讲的那几个路段 那其他一些市区里面 我们的同仁 每次在开会的时候也提到这一点 我想这是一个市长 这个很好的一个看见 然后也确实的 这个防堵了这些喜欢飙车的人 对最主要就是 倾听民众心声 确定大家的需求 来进行不同的一些进行改善 那说到这个 就是最近沸沸扬扬在讨论的罢免议题了 对 然后其实起因点呢 就是东岸商场 我们要先请教我们的蓝敏黄来应者 东岸商场的法律战基隆市府是四连省 是是是 好 这个 罢免案啊 就是从东岸商场的分阵开始 那主要是NET 它没有标到续租 就开始恶意的攻击市政府 那么进行一连串的抹黑攻击 然后也进行了法律的诉讼 那在过去的八个月 谢国良市长 饱受攻击抹黑 真的是有苦难言 可是现在真相大白 6月1号 法院已经正式驳回 大致公司要求证件费用5000万 证明市政府是拥有产权的 没有问题 另外8月7号 那么地方法院也驳回 NET公司申请的民事家主份 然后8月13号 再驳回他们行政家主份 最重要的8月15号 我们的财政部也驳回主务公司 就是不满维云得标的相关的意义 所以法律上 我们已经证实 金融市政府绝对站得住脚 相对的是 这个厂商他们完全站不住脚 那最重要的 你看看8月28号 大致公司的负责人等11名 被地检署 贪污行为罪起诉 总共11个人 由此可见 整个东岸商场 就是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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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假的议题 那民众党有些人是 操作这个议题要罢免市场 已经完全没有正当性 所以在这边借着个机会 跟市民朋友这个报告 谢市长成功的把我们的市场给把握下来 请大家一定要支持他 那东岸商场我再强调一次 他是在李静勇市场任内 我们市政府花9亿向港务局买土地 到了许财率市场的时候 再花3亿把它盖起来 那么张通融市场卸任的时候 产权清清楚楚的交给林又昌市长 让他去进行OT案 结果林又昌市长8年卸任之后 没有把产权移交给市政府 还制造厂商能够跟基隆市政府 抢夺财产的争端 我想这个在法律上 已经证明谢国长市长是对的 相对的我们现在应该去检讨 林又昌市长的赌值的缺失 相关的纷争 法律已经清楚证明市政府 信用市政府都是依法行政完全合法 所以说这次的罢免案 我觉得没有正常性 希望市民朋友一定要理性的来 面对这一场罢免 希望大家都能够站出来 投不同意罢免 来支持谢国长 来还谢国长市长一个清白 说到这个罢免案 就是这个东岸是个起点 那他最近又传出逼案 就是大日开发的行贿虚报营收做假账 有一名官 11名官商是遭到起诉 我们要请教请真请易做 对于这个大日的案子 那最近審判说在前朝的时候 有11个人被起诉 但是这个案子呢 的起诉的起因 而不是在现在谢国长时代 而是在林佑昌的任期之内 已经大日公司被人家 点检调单位 起诉 减掉 那现在讲这个罢免案呢 起因的就是因为 东岸停车场问题 那东岸停车场的里面的一些的 纠纷争议呢 刚才我们南院也说得很清楚 那这边我想有一个给大家看 这这个所谓的 呃 台湾那个美丽岛电子报导调查报导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到 这个这篇的一个文宣 这里面讲得非常的清楚 也就是在林佑昌的时代 大陆公司是五千零五 五千零五十万的得标的 全力引起的这个停车场 然后在五年之内呢 开始不到一个月 大陆公司趁转给所谓的Net 十年的一个合约 所以说觉得非常的奇怪 我们给市政府 给他们的住院是五年 然后这个大房客呢 却把转租给第三房客呢 十年的契约 我就觉得这个非常不可思议的一个 所谓的契约行为 那在厂商所得标以后 以增建厂这个所谓商场面积呢 增加它的获利 金融市所收到的权利金呢 也却只有地上一楼 地下 地下 地上一楼地下四楼的一个权利金的租金 那请问 他增建的时候二到四楼的权利的租金 我们市政府为什么没有去跟他去商讨呢 然后任由以五千零五十万的地下四层 地上一楼租金继续让他继续营业 他所得利去到哪里 我想这必须是我们来追查的 那在这107年内的正式营运之后 每年我们市库短售长三千三百一十一万 那五年合计下 我们损失了1.5亿元 那大陆公司及内的在市府合约结束前 来未将建筑物的面积两千平 添积给金融市政府 那霸占了金融市财产 那我们现在谢国良市长 他维护我们金融市市民的财产 而且把他收回来 请问有错吗 请问有错吗 所以说这个问题所造就的一个 所谓的罢名的起因 完全完全的没有所谓的立场 那这个要追究起来责任 也许前草林友昌市长的市府团队 是不是要出来说清楚讲明白 然后我们后续的我们警调单位 在这个事件之后要不要深入的去了解 把这个事情摊开 让我们金融市民知道 我们谢市长神所做的维护金融市财产的 这个动作以及法律的程序 是不是站得住脚 我想今天已经刚才我们来演讲 四次被剥匪 然后又被起诉的十一位 我想这个理由是非常的充足 我们谢国阳市长所做的一切的 所谓的大日这个东岸停车场的产权的争议 我们是收回来是站得住脚 为我们金融市民把保有这个财产 不然的话就被所谓的这些 所谓内的公司大陆公司 他们是无意的去取得 他们转到他们的身上去 那我们损失又向谁来说讨论 所以以上呢 请我们金融市民们 大家了解东岸停车场的问题 在罢免来讲完全是站不住脚 希望我们给我们金融市民 自己的一个所谓的立场的表白 11月13号我们摔头 我们不同意罢免这次的罢免案 就是东岸的这件议题就是越烧越烈 那当然就是大日公司 他其实也烧出了性恶立体停车场的 一些收回案 我们要请教我们的联恩典联益者 我想从这一次的这个 我们的停车场这个案子 那看到我们林又昌这个前市长 其实他在很早的时候 应该从这些过程当中 已经就从大日先着手 然后跟Net串通好一起把这个戏演 那我想其实在这一段当中 我要肯定我们这个谢国良市长 其实他是真的是一个很善良的 当初我们在聊天的时候他有跟我说 他说这个案子要是我们主动去查 你知道下面出的问题会有多少人 会有状况吗 结果是真的 结果我们公务人员 公务人员都没有去提出告书或什么 你看现在 就他们还主动的来告市政府Net 那告完以后 从里面慢慢挖慢慢挖 挖出来你看练公务人员也出事了 一共这个18号的时候已经增结 就是有有11个人 其中我们公务人员有职业在里面 倒霉的是什么 上面的都没事啊 林又昌也没事啊 但是下面的你当初签名的 当初跟人家有 就是放水的或什么 不是都出事了吗 所以说我要讲到这里 真的是一个善良的市长 这个老天是有眼的 那再讲到这个大日公司之前 也为了这些又标了这个 这个新额停车场 我想这个法院判得非常好 你这个过去的这些种种 没有资格再参与这个我们 这个市政府的所有的标案 所以在这里也借着这一次 也真的还给我们这个 谢市长一个清白 然后再来就是这个 其实这个罢名案到现在 还是有些年轻人 他说当初就是这个 谢国良市长去开人家的门 其实实际上真的不是这样 是去处理公共的空间 并没有到NET里面 我一直在强调 并没有到NET开他们公司 那个店家的门 不是 是要跟他点交公共的部分 电机的部分 你一些的电脑的部分 这些公共 你没有交给他们 下一个怎么来接这些东西呢 然后一直衍生 那到现在非常的清楚 根本是不正当性的罢名 为了罢名 为了政治的原因 要来操作这件事情 我想我也在呼吁我们这些好朋友 这电视前面的好朋友 我们基隆市的事情 我们基隆市的市民 一定要自己来解决 然后自己来证实 这个是我们这件事情 是真的是公益 善良的公益 然后也在 请大家在10月13号 一定要出来投票 不同意 马明案 谢谢大家 是 我来补充一下 所以这个 东安庭市场 当初在招标 是用OT案的方式 招标出去 在整个招标的过程中 OT案 BOT ROT 它的最终的 这个结论是什么 所有的产权 都归于金融市政府的 而不属于个人的 今天Net 跟大陆在争议的是说 他们的产金 所以他们 这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再说 当初是以OT招标出去 为什么林佑昌市场 变造后 ROT给他呢 ROT 假如你要变也是可以 是要把OT案子废掉 重新招标 以ROT来招标才对 而不能用口头的 隐落他 变OT到ROT 这个过程 所以说这个事后 我们检调单位 应该深入的去了解 让这个事情 让大家了解说 这个过程 到底有没有其他的 所谓的 不恰当的 一个弊端在里面 那刚才 我们林佑昌讲的 当初 为什么去点交 晚上去点交 因为我们的合约日期 就是那天晚上 12点之后 合约到期 而我们市政府 跟原来的 大陆公司的厂商 第一 呃成约的人 去点交 第一下四楼 跟第上一楼的机房 而没有去点交到 他们任何商家的 所谓的产权 所以说他们是借题发挥 来 来把这四端 引起来 造成一个所谓的 强占 或是来 霸占人家的 这个 不恰当的行为 而来发起这个 罢免行为 我想这是完全 是不合道理的 请 所以再次补充 希望我们金融市民 朋友们 大家要了解 这个罢免案 完全是 他们故意炒作起来的 而是输不起 要翻出的 一个所谓的 动机 除了这个东岸商场 会大让人争议之外 另外还有一个让人争议的 就是我们的公车的一体 就金融市的公车真的是 很多事 我们要请教蓝敏黄蓝一座 我想这个民进党为了罢免谢国良 真的是无所不用其解 连公车都可以拿来胡说八道 你看看 谢国良市长内 连续发生了几起公车的故障事件 比起林二昌市长任内 所发生的公车失灵 这个是在法国公墓前面发生 刹车失灵 造成十几个人受伤 二三十台七机车受损 当时我们都没有批评林二昌政府 只是协助 公车就赶快把这个商务问题处理好 可是谢国良市长上任 只不过是六七台公车 载度上故障停载度被修理 竟然可以把它炒作成罢名的原因之一 这个很可恶 更可恶的是 明明我们只买 我们只花四千多万 买五十辆这个中古公车 结果他们印在媒体上 印在网络上说1.5亿 那这个政策我跟大家说明一下 林二昌卸任之后 基隆市公车处有163台公车 平均车龄在11年 那么12年到15年以上的有48台 那么谢市长一上任 就先兵大概五六千万 准备把这50台先给开换掉 那这样子我们的163台的公车 就可以把这个平均车龄降到9.25年 我想这样的一个平均数值 勉强我们的金融市公车 再拖个两三年应该是没有问题 因为2030年整个县市的公车 全部要太换成电动公车 这个大家都知道 民众不知道我们可以理解 可是民进党的议员很清楚 可是他们却要乱讲话 那我们市政府 其实谢国长市场 也已经编了123台的 电动机车的购买计划 那每一台电动机车 需要一千多万 那当然这个部分 我们会极力争取交通部 百分之七十的补助 这个政策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可是民进党为了 罢免谢国长 连这个部分都可以拿来某一炒作 所以在这边 请市民朋友已经要看清楚民进党的真面目 这场罢免绝对不是民意 而是民进党的党义 关于公车的争议 我们要请教秦珍秦义总 你们有什么要补充 其实公车是这样子 在于基隆的财政的状况之下 当然了我们要全部更新的话 有他的一个财政的压力 所以说在零六昌时代的时候 也是因为财政的压力 事下前一之计 才购所谓的二手公车 来替换我们更老旧的一些 不堪使用的公车 所以说在这个政策的延续之下 我们谢国长市长刚上任 他所接受的这个方向的一些讯息问题 也是暂时以这个二手公车 编着5000多万的这个经费 来把我们刚才我们来演讲的 把这个车龄的这个年资 降低到9.5年 让我们的公车呢 能在平稳安定性之下继续行驶 其实到目前所发生的 这二手公车的这不良事件 其实少之又少 比在零六昌时代市场的时候更少 像刚才我们来演讲 那么严重的一个车子 损坏的情形之下 跟现在比较起来是 但是说没有什么认为说 谢市长手上的公车有多大的 所谓不安全事件 是 连恩点连一座 我想一个 谢市长这个上任之后 他要解决这个公车 你知道我们刚刚蓝远有讲 我们到15年的公车有40多辆 哇 那你知道这一些的数量 一直让它存在的话 要想用什么办法 是买新车吗 那买还是买中古车 李永昌时代的时候 他因为 这我们的这个市政的状况 不是很好 那就是 也是采购了一些的 旧的 那到了谢国梁之后 他一定会想 我想这非常的有智慧 我要怎么说 你要到103年的时候 就已经要全部要淘汰的 变成是电动的 那你现在 在这个六七年当中 你又买新的 新的一台650万 旧的大概130万 就可以买得到 那为什么不把这个中古的 多买一些 你车子一定是需要160几台 全金融市在跑 你不能为了买新的公车 然后让那些老的一直越来越老 然后新的没有几台 这个帮不上忙嘛 所以他的这个用的方式 我想他这样子在计算 是非常合理的 那所以他在这个当中 他就先 我们就采购了 有40多台 33几台 因为50台 一直没有办法买这么多 那所以他慢慢的在替换 已经也刚刚从 这个我们的这个年龄率 降到9.25年 那这是很好的方式啊 那你看再过两年以后 那个电动车就要 就要开始上路了 那你买那么多新车 到时候也不能用啊 不是浪费钱吗 那这样子为 基隆市的市民来 审荷包 然后让基隆市民 又可以有很好的 这个公车 搭公车的这个品质 那这个 这个还在那边乱讲 乱讲一通怎么固装率 说真的 林永昌时代那时候的车铃 已经比较 比较炒了 那现在已经比较老的车铃 固装率还比较低 还要被讲 这样是合理吗 我想这些民党的这些的议员 我想你们真的是要 要静下心来拼拼理 不要为了反对而反对 我想市政一定要继续往前走 必须大家一起来 共同来维护 然后来协助这些市政府 然后我们督促市政府 把我们的市政 每一项都能够做好 然后继续往前走 这才是民众的福祉 是 除了公车争议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 也是引爆罢免的一个议题 就是人工草皮 我们要请叫蓝饼黄蓝一座 这个草皮的话我再补充一下 等一下 好 市政府前面的人 就是文化中心广场的人工草皮 讲到人工草皮 我再补充一下 他在看这个表 我们文化中心前面有一块人工草皮 那美国曼哈顿林肯艺术中心门口 也有一块更大的人工草皮 其实市政府的做法就是 学习美国曼哈顿林肯表演艺术中心的 在艺术广场周边增加一些绿地 让民众可以增加民众休闲游戏的空间 因为你水泥地不方便 不管小朋友老子在那边玩耍或者休息 那一样 现在利用这个人工草皮 用在这个公园周遭 还有这个艺术广场周遭 已经是全球的趋势 六都早就在做了 那我想反问民进党 高雄台南也都有 请问你们为什么不批评台南这种政策 所以说我在这边要提醒市民朋友 这个民进党真的是为反对而反对 他们不是在监督 他们是在斗争 请大家要看清楚这个现象 我希望大家利用这一次的罢免 一定要好好来抵制民进党 这种抹黑栽赃的行为 政治不应该是这样子 为反对而反对 那这次的罢免绝对不是民意 而是民进党的党业 他们想要提前改选 他们想要遮掩东岸商场整个弊案的过程 我们希望检调能够彻底的调查 还基隆市政府一个公道 也还谢国良一个清白 是 那我们要请教秦珍 请一座有没有要补充 讲到人工草皮 我要请问民进党议员 在我们国门广场小艇码头的那一块人工草皮 是不是人工草皮 那是谁做的 林佑昌时代他做的 那现在我们谢国良在把文化中心做的 更所谓适当的一个所谓的人工草皮的美化环境 市容整观 请问有错吗 你们一直强调的说有毒性 请问有毒性的产品 会在市面上会来应用吗 我想你们有一点逻辑跟知识概念吧 所以说在此我们不要为了说 一亿的为反对而反对 应该提出你们良善的对基隆市建设有帮助的建源 那才是你所谓民意代表的一个知识 在人工草皮部分 其实我很喜欢这个花花草草 树还有绿绿地 但是基隆下雨真的是非常的多 很难维护 然后特别是下雨的时候 那个草皮你下去建 就会建的这样子湿湿的烂泥 这个人工草皮来我想非常的方便 然后也解决了很多的问题 那特别是有人说这个上面有毒 我想有毒这个东西 当然有不屑的厂商 他们的厂牌一定有可能是用比较不好的那个塑料 那但是一定这么多人在普遍在使用 全世界都在使用这个一定有它的道理和好处 那不要你们讲的人工草皮就是因为列的厂商来说你有毒 那你就说不能用这个草皮 而且特别是在谢伯朗上 要有用心来做的时候你说这个草皮是有毒的 不可以这样子吧 你也太多刚刚也讲到 李永生市长他不是铺了一大片吗 那你们不讲呢 那就像我们台北我最有感的是在美利法前面 他有那个广场夏天很热耶 那个水泥地很热铺了一个绿色草皮 而且中间他有涂了一个水泥 小孩子在那边玩在那边溜在那边躺多舒服啊 那为什么那个那个新北新北市还有六都大家都在用 那我们这用的用了一点点你们就这样反对了 我想真正好用的不是真正试用好用的东西 大家要鼓励来弄 不是弄的现在市政府也很紧张 他怕用了以后又被攻击 所以你看现在很多 那他们就是说花1452万买人工草皮吗 还没有用只是在想说这个预算 要准备准备要用而已 对 我再补充一下 好 你补充一下 那我再跟各位视频补充 那市政府编了1400多万做人工草皮 总共有64个点不是一个点 所以一个点的金费都不多 我们希望说这么好的政策不要被人家刻意去把它扭曲跟抹黑 是 那我特别要讲一下 就在林文昌市长下任之前 那个各个公园 他因为说是那个不合乎这个标准 所以把油具通通 罐头油具通通拆掉 你知道现在什么状况吗 全部是水泥地一块 那你说这个人工草皮如果可以铺进去 把它铺上以后 让那些孩子就在那边玩 那下雨天也不会积水也不会什么 不是很好吗 也解决了之前的不足 那可是现在市政府因为大家都这样子这个声音起来 他觉得说这样做会不会被骂 对真的 所以就让水泥地控在那边 就继续这样 孩子真的没地方玩 阿公阿嬷也没地方跑 还好有一点那个儿童游乐场 可以补助一点 可以补这个缺点一点 我想这个我们的民意代表 是不是真的好的东西 或者是不要为了反对而反对 然后跟人家一起狭起哄 我想这你们每一个人 我相信我们民意代表都是有智慧的 也有的行动力的 那你们可以多协助市政府来肯定这些事情 让这些民众有更多的地方 不是去玩很好 不是很好吗 是 就是这些被关注的争议的话题 我们听见了不同的声音 那时间剩下最后三分钟 我们请三位一座来对大家这个城市有未来的期许 我们先请蓝敏黄蓝一座 好我想谢国梁市长上任在一年半 他做了非常很多创新的一个新的政策 大家都看到了具体的成果 那谢国梁可以说是用爱在听基隆的建设 希望打造基隆成为一个有爱的省事 希望市民朋友一定要站出来支持他 相对的我们要希望民进党不要为了反对而反对 政治可以竞争但是千万不要斗争 这场罢免完全没有正当性 而且劳民伤财 希望民进党要四可而止 是 我们要请教请正一座 其实我们市长上任一年半的时间 他把软性的建设真的做到非常的到位 让大家非常的贴心 我希望说我们做一个民意代表的立场 是要提出良善的建议 当然有不好的地方可以提出来让他改善 而不是一味的批判以及谩骂 或者来污蔑或者来抹黑 来毁灭他的所谓的人格以及他的政见 所以我们基隆市民朋友们 我们在10月13号我们要审视 我们要如何让我们基隆人不被罢联 出来投资一张不同意罢免票 还给我们基隆人的一个公道 以及市县市长的一个公道以上 市县市长上任之后 其实我最有感的 他都从人本的部分 一样一样慢慢来实行 我想他也很坚持一件事情 到现在还是一样 对的事情就继续往前做 在这段大家罢免的这个情况 我发觉他的真的很勇敢 面对每一件事情 但是他还没有停下来 然后还继续做每一件事该做的事 我想在特别我们的民意代表 我在这里也跟大家这个呼吁 特别是民进党的好朋友 你们不要跟着这些的网路带风向 然后把明明是一个好的东西 弄成大家民众都不敢去碰 让的市政府也不敢去执行 那这样对市民是好事吗 那在这里也鼓励再一次的呼吁 我们10月13号一定要出来 投不同意罢免 让我们的市政能够继续往前 能够让我们基隆市 有个更好的生活环境 是今天非常谢谢三位义座 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带大家看见市府的努力 也听到了市民的声音 基隆正在变化 让我们持续关注基隆朝向 更美好的城市迈进 我们下次见了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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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